回首古代思路 中国丝绸随着商人去往西方国家 富有西域特色文样的商品 通过敦煌进入中国 悄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时光流逝 东西方文化随着丝绸之路 逐渐交织在一起 袁姐姐 这是我从各地搜集的文样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三只耳朵的兔子 哇 这个兔子确实很有意思 我想每种文样各织造一百匹丝绸 制造房多久能织好 织完手头制皮白卷再织你的 得三个月 姐姐 好姐姐 能不能先赶制我的 这匹丝绸织好 我和父亲才能起程回家 我都好久没回家了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就算夜里开工 顶多就能加快十天 还是老家哥 行 辛苦了 谢谢好姐姐 哦 急事马上要开了 我得赶过去 你呀 一刻都不肯歇息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个商人了 告辞 快来看 西雨香料 西翼水壶 水瓶和罐子 姑娘 我看看这把壶 给你 真好看 亚斯敏 米菜 想不到我们三年没见 竟然在敦煌碰到了 你怎么会到敦煌来 我父亲奉萨山国王之命出访隋朝 我就跟着来了 我们在敦煌待几天 然后就去长安朝贡 哦 要朝贡什么宝贝 当然是萨山工匠最拿手的宝贝 能不能让我开开眼界 跟我来 对不起 老人家 今天我有事 您改天再来 这个锦袍太漂亮了 用了这么多金线 而且这些面料的织法从来没见过 除了金线 萨山工匠还用了最新的织机织造 是吗 原姐姐 原姐姐 我闯祸了 只有你能帮我了 哦 能还原出她的织法吗 嗯 像这样多层交织的织机 织机非常复杂 我可模仿不出来 啊 连原姐姐都仿制不了 我还能找谁啊 这可怎么办 可以试试手工织补 但是 费时费力 只要能补好 什么办法都行 首先需要找到同样颜色和质地的线 丝线都有了 最难的是金线 自己做的话 难度实在太大了 哪里才有金线呢 金子可以磨成金线吗 快看 金线袍子 把袍子里现成的金线抽出来 不就可以制补了吗 如果这个大叔 愿意把袍子卖给我们 金线就有了 啊 傲气 雅思敏 雨灿 你俩怎么了 什么 烧了一个窟窿 我也有不对 不该私自给他展示公平 这下可捅出大娄子了 哎 大人 您可还记得 咱们多准备了一件 一模一样的金线锦袍 就是防止路途上 锦袍遭受损毁 啊 老天保佑 太好了 这几天我们都快急疯了 我这就告诉他去 等等 大人 这个机会可不能放过呀 大人知道 速特商人 控制着东西线路 我们萨珊与隋朝的通商 总是受到阻碍 我们恰好利用毁坏锦袍这件事 跟速特人谈判 让他们降低丝绸和其他商品的价格 给萨珊商人让利 有道理 他们必须接受我们的条件 否则就得接受惩罚 这样不公平 要是锦袍补好了呢 我不信敦煌有人能修复萨珊的国宝 我们会修好他的 不许去 事情就是这样 我父亲他们真的很过分 都是我的错 知法不懂 金线也没有 那只好靠自己发挥了 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补法 可怎么才算更好的呢 你们看 这衣裳好眼熟 上面都是萨珊文样 是灵格施凤文 跟锦袍的花纹很像 这个洞窟我竟然从没进来过 你们看 每只狮子和凤鸟的姿势都略微不同 我知道怎么做了 姑娘 姑娘 老人家你又来了 前几天没说完你就跑了 这个壶你给我包起来 一罐钱 可是那天我寄的没这么贵啊 不贵了 我卖的比别人都便宜 要不是等钱用 我现在才不会亏本卖呢 怎么会一天一个价呢 还相差这么多 因为萨珊人老跟我们斗气压价 他们好从中赚钱 你还是趁早买吧 万一这两天 苏特人和萨珊人因为我闹起来 这些宝贝的价格 说不定还会脏脏往上涨 好 这把壶我要了 那个玻璃瓶和盘子我也要 哇 您真是好人 金字有了 你一个小女孩本事不小啊 能让苏特人和萨珊人水火不容 说来话长 一肚子铺水 哦 道给我听听 说不定我能帮上点忙啊 原姐姐 明天 明天太守大人 就要宴请在敦煌的外国商人和使者了 我父亲说不定 就会跟米灿的父亲谈判了 明天宴会前我们能不好吗 嗯 裴大人 请稍作片刻 宴席这就开始 父亲 父亲 锦袍补好了 补好了也没用 弄坏了就是弄坏了 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可是这个不公平 是我弄坏的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跟别人没有关系 你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使者大人 我有一个消息想要告诉你 朝廷想帮助在敦煌的各国商队 恢复跟长安的贸易 当真 更重要的是 官府对所有的商人一事同仁 确保贸易公平 这样一来 谁也不会独霸一方 独占资源 一事同仁 贸易公平 这样的话 可以不必再追究锦袍的事情了 这可不公平 我们不能百百损失了一件锦袍 也许并不算损失 请诸位大人过目 说实话 补上了一朵祥云 这件袍子更漂亮了 裴大人觉得这件袍子 还能当做贡品吗 若能当做贡品 因祸得福 意义非凡 大人 那此事还追究吗 有裴大人代表隋朝主持公道 我们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没想到 你这个老翁还挺厉害的 这是给你们吃的 千百年来 中国丝绸随着在敦煌往来商队的脚步 在中西方交往史上 铺出了一条年长大道 丝绸上的文样也沉淀在墨高窟里